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次我画了一个女生的侧面头像 首先我把脸部的轮廓用线条概括出来 接下来我再把眼镜,鼻子,嘴巴和下巴的位置做好定位 怎么样来确定五官的位置呢 方法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找出各个部位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鼻子的下方到嘴唇中线的距离 然后再找出嘴唇中线到下巴的距离 如果五官的位置常常画不准的话 那可以多多做这一方面的练习 脸部画好之后呢 我把下巴往后延伸 一直延伸到耳朵下面的位置 然后再画上耳朵 耳环以及眼镜的框架 画着画着我就发现耳朵和眼镜框连接不上了 然后我意识到耳朵的位置画错了 也就是说画得太低了 我应该把耳朵呢再往上提一些 于是呢我用橡皮擦把耳朵擦去重新画 这时候我找了一个参照点 就是嘴唇的中线 找出耳朵的底部和嘴唇中线之间的关系 这样就很容易的确定好耳朵的位置了 虽然很多的道理呢都知道 但是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呢 常常还是会画了左边望了右边 画了上边的望了下边 接下来我把脖子和一边的肩膀画出来了 在整张图画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肩膀画得实际上是有点窄的 然后我插去了 然后再重新把它改宽了一点 这里我把头发的轮廓勾勒了出来 画上衣服的领子和袖子 在画上背包的肩带和袖子上的折皱 如果我们把头发画成一条条的直线 而不是曲线的话呢 就不会显出我们这个球的体积感 所以我们在画头发的时候 要根据这个头部轮廓的走向 这个人像大致画完之后 接下来呢就是做调整 把一些碎的线条改流畅一些 把一些画错的线条插去 再补上一些之前还没来得及 有些地方的线条需要加重一些 有些地方的线条需要加重一些 然后再次用一条条线的线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